来源网易号外 相关消息证实 五年前曾因猥亵最锒铛入狱的原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 已于2024年7月初刑满释放 据了解 复兴期间 王振华多次对新城控股的母公司新城发展进行增持 关于回归后 王振华是否会付出的问题引发市场面关注 据媒体报道 有接近新城控股的人士表示 王振华回到台前对公司并不是一件好事 五年前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的一则通稿 撕开了披着公益慈善外衣的王振华不为人知的一面 据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2019年7月3日披露的警情通报显示 6月30日 普陀警方接网女士报警 称其女儿被朋友周某某从江苏老家带至上海 并入住本市一酒店 后期女儿在房间内遭到一男子猥亵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 周某某因涉嫌猥亵儿童罪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2020年6月17日 上海市普陀区法院 一审宣判 法院根据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 及社会危害程度等 经合议庭评议 于6月17日 当庭对被告人王振华 周燕芬做出判决 以猥亵儿童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振华 有期徒刑5年 被告人周燕芬 有期徒刑4年 王振华的儿子王小松 自其被拘捕后 接过了彼时销售规模 超2000亿元的新城控股 任新城发展控股董事长 董事会主席 随后几年间 新城控股的发展明显放缓 销售规模和销售金额 均在持续收窄 财报显示 2024上半年 其累计合同销售金额 约235.54亿元 同比下降44.45% 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326.2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36.86% 二级市场方面 新城控股的市值在五年间已大幅缩水 从2019年7月3日的963亿元 跌至2024年7月18日的223.31亿元 蒸发了近740亿元 地产行业的周期震荡下 王小松努力守住了内忧外患不断的新城控股 上任首年 王小松暂缓了投资及拿地 开始优化人员及资产 主动降负债 这一举措 让新城控股熬过了行业周期 2020年8月 三道红线规定出台 当年新城控股的负债率为84.73% 2029年上半年为86.70% 通过了三律指标 随后其负债率逐年下降 五年间 在房企相继暴雷中 新城控股规模 虽已大不如前 却未在行业震荡期暴雷 且保持着公开市场的零违约 从官网披露的信息看 新城控股总资产 在王振华入狱期间 虽有所增长 却不多销售额 从2018年底的2200亿元 降至2023年的 约759.93亿元 新城控股官网显示 新城控股集团 1993年 创立于江苏常州 县总部 设于上海 2015年 新城控股集团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 经过31年的快速发展 成为跨足住宅地产 和商业地产的 综合性房地产集团 截至2022年底 公司总资产 达人民币4579.07亿元 据媒体此前报道 截至2018年底 新城控股集团 已完成销售额 超2200亿元 排名行业第八位 至2019年 已连续十年 位列中国房地产行业 前20强 总资产超人民币 2900亿元 在今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 王小松曾表示 目前未知压的 无悦广场35座 市场估值300亿元左右 另外 还有15座无悦广场 会在未来两年内开出 未来这50座广场 可以融资置换 目前剩下约17亿美元债务 公司未开发的土地 大概4000万平方米 公司销售会持续下降 会根据公司的 基本盘无悦广场的情况 寻找开发业务的机会 也会考虑 做些轻资产的项目 未来公司的营业收入 一定是往下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